3月26日,荣祖儿、甄子丹、李小鹏、何超穷、方立生等人在香港出席了杰出领袖选举颁奖礼活动。 对于公众人物杰出领袖的理解,方立生认为艺人应该更多地传播出正面的讯息, 而邓立新则是以身作则做善事,并且呼吁和影响自己的歌迷去从事慈善。 有效的就是做慈善,捐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,然后他们都听我的话就去做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做艺人的、做偶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事命去感染身边的人。 荣祖儿一生黑色简练透视装现身,除了出席颁奖例外, 他还将作为演出嘉宾,上台为嘉宾表演。 对于艺人杰出领袖,荣祖儿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。 作为一个工作人物要,首先自己要对于自己所做的行为对负责任。 比如说,你要知道你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被你的歌迷、影迷, 或者是看你表演的观众都会作为一个榜样,所以你要小心一点。 这个是最基本的。 然后到了一个时间之后,我想就是应该做一些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事情。 说一下,我想是在家的情报和发言。 那是说一下,好像是在家最为最好的。 如果我们一起去记归走,的话就是做参考。